《语言》 甘多夫老师 你 还活着 他就是甘多夫 他居然没死 他居然没死 这个人绝不是甘多夫 就让我替大皇子会会你们 弟子不敢 雷蒙伯爵 您儿子说甘多夫大师已经去世了 请您解释一下 到底怎么回事 承认这个甘多夫是真的 会对大皇子的政变有利 但我却成了欺骗魔法公会的罪人 父亲一定会为了家族利益 抛弃我 真是太好笑了 甘多夫大师连自己的身份 都需要别人来证明了吧 那你们就过来试试吧 老师 我怎么敢对您出手 我奉主席大人命令保护陈皇子与陛下 就算您真的是甘多夫大师本人 今天也只能得罪了 你的身份对我来说一点都不重要 你既然是支持大皇子这个叛逆而来 那我只能对你出手了 你叫大人死 既然是要大人死 你再決定千万无魔智卡 你不信任他吗 能一口气召唤三个最纯粹的元素生物 你的魔力水准已经很不错了 你应该像个男人一样把家族的使命扛下来 你想让我一个人顶下欺骗魔法公辉的罪名 对吧 我不是 父亲 在你眼里 我只是一颗随时可以弃掉的棋子 是吗 让你看看我的火系神武吧 你会不会弃掉的棋子 我会让开 他控制了我的身体 你给你罢了 我给你罢了 若再不还手 恐怕我们都要完蛋了 对不住了 还有谁想试试吗 雷蒙博君 你儿子现在认出甘多夫大师了吗 甘多夫是一位值得尊敬的大师 我不会做出玷污他名声的事 让一个父亲做这样的决定 太残忍了 这个是 这是我的局 既然你回答不了我的问题 那就让我告诉你答案 现在 要不要再犹豫了 如果我真是个白痴 你就不用这么为难了吧 我不恨你 都为罗林 背叛了家族 欺骗了魔法工会 亵渎了甘多夫大师 我现在宣布 从今天开始 将他逐出罗林家族 他犯过的所有罪过 都与罗林家族无关 您看 这件事多简单哪 我可以证明 你是假的 李蒙伯君 杜尾已不是罗林家族的成员 就算殿下您将他当着 我也绝无二话 陈殿下 如果我证明这个甘多夫是假的 将来能否封我个爵位啊 我生平最喜欢玉金香 如果你能为甘多夫大师证明 我就承诺封你为玉金香大公爵 只要荆棘花旗帜飘扬 玉金香将在这块大路上 永不凋零 父亲 我们各位齐主 无论谁赢了 最终都能保住罗林家血脉 我只能用这种方式保护你了 母亲 陈这家伙从小走势就紧身 这个时候他还这么淡定 难道他留了一手 你头上那个东西是克里斯给你的 他居然也知道克里斯 看来我收了个好徒弟啊 还想继续冒充我的老师甘多夫 我不允许冒牌货毁了老师的名誉 你那个能叫魔障了 品位太差了 拿着根小树枝就敢在我面前逞能 你戴着顶绿帽子有什么资格跟我谈品位 我只是想证明你是假的 好刻薄的小子 哪有魔法师这样多逼攻击的 他到底是武士还是魔法师啊 你难道还是魔武双修吗 我还没有出手 你怕什么 把你擅长的都使出来吧 你小子在唱歌剧吗 念魔法咒语最讲之快 才能强占先机 一个际纱沙 哼 不行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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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用了普通魔法车的五倍时间 释放出来的威力却小了三倍 我怎么交出你这么个废话 就你这点本事 看来是我高估你了 偷袭也是一股战士 不可能 他怎么有这么强的魔力 居然把甘多夫老师的魔障打碎了 顺法术可是极为深奥难练的法门 它竟然可以在瞬间爆发出上百个敌极魔法 真是不简单 罗侯顺于剑 你从哪里得来的 这个老家伙好像很怕这张功 甘多夫大师 这小子的功是从我这里抢走的 大师不如帮我抢回来 这功原本就是我陆下的武器 我作主送给先生 这宝物也是殿下你被凤人的吗 你既然有嫉妒罗侯顺于剑 那么和这东西相关的其他武器 也都在你手里 其他武器 这宝物还有套装 如果你肯说出那些东西在什么地方 我可以帮你扶持那个小皇子的皇帝 你看如何 这老头疯了吗 如果骗他倒戈 事后他若发现被骗 恐怕整个罗林家族都要被欠礼 这张功 确实是我从大皇子那儿抢来的 既然这样 这功我就收下了 至于你 这是想杀人夺宝吗 是又怎么样 这是 你答应你 永世不伤害罗林家的人 现在你要背弃誓言了吗 你 你 杜魏对他做了什么 不可能 是 甘多夫老师 居然逃跑了 这个甘多夫是假的 律经香公爵杜魏罗林 打败了冒充甘多夫的小人 杜魏赢了 这是你相杜组组织的 这是你相杜组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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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你赢了 你赢了 这赢了 这赢了 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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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赢了